小朋友开心跟着家长来看最新的动画电影 开眼前先来听半小时的绘本故事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升级服务 因为这个欢乐好声音本来就是一出 就是还蛮小朋友蛮喜欢的电影 然后今天又特别是因为听到说 又有一个说故事的一个活动 所以就特别带小朋友来 原来是寿山动物园首度与电影院合作 电影上映前由义工诉说红毛猩猩 孟加拉虎等动物园的真实故事 以绘本投影方式提升亲子重视保育观念 我们这次的动物绘本描述的是 我们动物园里面的红毛猩猩咪咪 她在可能从之前在从野外 然后可能来到我们台湾 那在之前的一些我们她的经历 那还有来到她来到寿山动物园之后 受到的一些好的照顾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故事 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认识到 其实野生动物在保育期地的重要性 一起就是教育我们的小朋友 就是爱护动物这个观念 那我们也觉得很好 然后我们就大力赞助这个活动这样 在限定场的电影播放前 听故事还有动物小学堂 互动有奖争达桥段 这里面的问题 阿姨阿姨想要来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 家旨服务吸引不少家长前来 主要就是要推动保观念 大小朋友来听故事 看电影 还有应景的小提灯 及动物园限定小礼物 可以带回家 人机卫视五拥取 高雄采访报道